哈囉,歡迎來到庫可實驗室 今天我們要聊聊WEB3最重要的基礎建設 雲端計算 那這有可能關係到未來5年到10年的整體科技發展 以目前WEB2.0的狀況來講 雲端計算都被三大巨頭 Amazon、Google、Microsoft給瓜分了 但同時大家的隱私意識也慢慢的開始抬頭 再加上後續的元宇宙題材 以及各種區塊鏈上的需求 這對我們現在的雲端運算下會發生什麼樣的火花呢 下一步科技可能會朝哪個方向發展呢 對於投資加密貨幣的你肯定是需要了解趨勢 當然我們也會提到一個幣種 就讓我們繼續往下看 走! 首先我們要先來聊聊雲端運算為什麼這麼重要 不管是WEB的哪一個階段 網路已經變成我們生活上不可分割的一個產物 而接下來已經開始有各種自動駕駛啊 或者是一些遠端遊戲的大量需求 就算是沒有到下一個階段 我們目前的隱私行業也需要著大量的運算能力 據統計來講 雲端運算的成本對於CPU的影片渲染可以減少掉70% 而像一些GPU類型的則可以高達85% 而對於像智能學習的模擬的這一些可以降低大約95%的成本 而基本上這些行業對於我們未來的發展極其重要 所以對找出一個有效而且快速的處理方式也非常重要 而今天我們會講到接下來對於區塊鏈 有可能就能夠直接去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而今天我們要來與大家分析的是Kudo Network 而Kudos的創辦人Man本身也曾經組建了 英國市占率大約1%份額的雲端服務商C4L 那就以白皮書來講 他們的宗旨是希望你能夠把你閒置的算力來變現 透過分流算力來獲得現有雲端計算的份額 我們之前有聊到加密貨幣的不可能的三角 對於還沒有看過那支影片的人 可以點選畫面的右上角去看看了解一下 那至於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項目 他試著用他們的方法去來解決這個不可能的三角困境 並且解決未來算力的問題 而至於Kudos鏈也是採用雙層結構來解決這一個問題 一樣第一層是個公鏈 而第二層就是個去中心化的計算層 那基本上作為Web3的基礎架構 而且有很多雙鏈會產生出一個問題 就是第二層的認證點或者是運算能力不足 那公司型態 Kudos Venture已經是一個自主營利的母體 而旗下也有公司像是Kudos Donate 也就是說你可以運用你的電腦來挖礦 並且把你的所得捐贈給你想要贊助的救濟組織 而這是一個蠻吸引的做法 而另外一個做法就是Kudos Miner 也是一個一鍵挖礦軟體 它的好處就是會自動計算超頻所需要的設置 以及自動轉化目前最高收益的幣種 也算是可以把閒置的器材拿去換一點收益 那至於公司目前的合作夥伴是AMD 大家應該也不陌生 顯卡CPU的大廠 那對於晶片內部後續還有雲端遊戲的結合 給予了Kudos很大的權限 還有Algorand 一條公鏈代幣標號是Algo 另外也有Animoka Brand Sunbox的公司 有沒有發現很神奇的東西 都是以A開頭的 而且都是跟速度以及雲端遊戲合作比較有關係 那再來拉回我們的公鏈部分 因為它母體已經能夠盈利的狀況下 也有一群忠實的使用者來提供設備成為節點 而Kudos使用的就是Cosmo SDK的開發 也就是說它後續融合不同的鏈可以來做資產交換 像是BnB鏈還有Chronos鏈 都是使用Cosmo的生態體系來開發的 到後續可以在不同的公鏈之中流動 以及適配它的功能 那對於Kudos而言 能夠快速的發展像是智能合約 以及結合第二層的算力層 來去實現鏈上的高速運算 像是後續端開發AI和3D影片的渲染 可能都會在未來借助這種分散計算的雲端方式 來降低硬體的成本 那舉例來講好了 我們今天給大家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假設你今天去玩一款3A遊戲大作 通常你可能需要買好的設備 可以像是高檔的顯卡或者是處理器才能夠去運算出你要的遊戲 要不然就會產生卡頓 那對於硬體的需求也會非常高 那另外一個做法就會是屬於像是我們背後運算 然後分散出去 由成千上百台電腦來進行即時運算 而你玩遊戲的時候你只會接收畫面 對於本地的電腦來說 它不需要額外花很多的成本來去運算 而硬體的設備的需求也會大量的減少 套用一句話就是三個臭皮醬勝過一個諸葛亮 但今天我們的臭皮醬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硬體設備 也就是跟傳統的雲端運算來講比較分散 而且所提供的算力畢竟不是單獨的機構 所以算力成本也會降低非常多 而且分佈更廣 那目前來說也有像是非洲的電信業者Tingo 與其配合試著把節點分散到手機 來盡可能增加它的算力的同時 也讓用戶本身能夠選擇返還一些收益 那這些收益可能在開發中國家或者是已開發中國家 真的是微不足道 但也可能因為這一點收益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模式 也算是區塊鏈項目目前都會在非洲實測實雙的一個實驗場 當然講了那麼多實裝和應用 我們還是要稍微提出一下自己的看法 畢竟web3距離我們實裝以及普及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說畢竟有新的項目在為這個方向和這個未來做努力 而且在這個賽道上競爭者也會越來越多 就不知道Kudos能不能以先發者的姿態來搶佔這個市場的市佔率 另外我還有一個疑問點就是在於它的B經濟分配 對於團隊本身就掌握了20%的份額 一個項目體本身來講已經算是非常龐大 另外它還有33.78%的預留 所以真正到市場內流動的佔比只有34% 以一個去中心化體系來說對於公司掌握權有點大 那也有點呼應我們之前推特創始人Jack Dorsey 也曾經講過用戶目前階段還不是真正的擁有web3 而是掌握在VC手中 但也不排除說以一個公司的形態 有方向性的推動普及web3最快的路徑就是這樣子 那最後也要看模體公司Kudo Venture要怎麼去安排走向 那我自己是覺得這個項目的主體是能夠靠本身就能夠盈利的狀況下 而且整體深入調查下還是比較有發展性的 而且在這之中Kudos也算是有競爭力的 在接下來web3的道路下到底是會有哪個體制勝出呢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當然如果是要以投資的話也可以 但技術真的不要偶引 做好資產的管控 畢竟接下來會有一系列的大更新 如主網的上限還有一些大量的企業合作 當然今天你看到這邊 我們也會在畫面上留下一些秘語用於抽獎用 影片下方也會有活動連結 那去做這個任務那就趕快抽獎起來吧 如果覺得有從這支影片中學到任何知識的話 也歡迎幫我們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 如果還沒有訂閱的人也趕快訂閱起來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之後的內容喔 就這樣掰掰